大家好,我是Dan MBC知名体育主播金森信 因为在IG上传的天文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 甚至也被网友监据了 4月2号,金森信在IG现实动态 上传了自己被装烂的车子后视镜的照片后留言 发出框的一声 发现左侧后视镜装到停车柱 后视镜都被撞碎了 左后视镜原来这么重要 我冒着生命危险在江边北路上跑呢 还换跑道 因为根据航母的道路交通法规定 如果没有后视镜进行驾驶 就会被认为违反了准确操作其他装置的规定 会被处以罚款 而他后视镜坏掉了 却没有立刻去修理 反而违反交通规定继续上路 更夸张的是 从一张照片中能看到显示的是绿灯 疑似是在驾驶车辆中拍的照 在这里更傻眼的是 金森信是自己上缴了这些证据 所以这个现实动态 马上就引起了网友们的争议 甚至也有网友到国民审报库 以及位于NBC电台附近的一山警察局 举报了该主持人 因为网友截图向相关单位告发 才意识到自己错误的金森信 马上删除了限动 并上传了道歉文 针对半夜上传的现实动态内容 引起争议的事情 真心的道歉 对于道路安全展现了无知 不成熟的一面 以后会表现出更慎重思考的模样 我们来看一下韩国网友们的反应 拍照后又发布到SNS上 果然SNS中毒的话就没救了 这不是路过的人拍照举报 而是用自己的手上传了 天哪 后视镜变那个样了 还开到马路上拍照 要死你自己死 不要连累别人 运气好没出车祸 平安到达了 不上传SNS的话就没人知道 真的是自作自念 我真的搞不懂 这种情况还能拍照发到IG的人的心里 到底是为了想要得到什么样的反应 而上传到IG的呢 所以对于这位主持人发布的IG现实动态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好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